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 如何处理这个咸酸菜 这个咸酸菜买回来 因为不知道它的咸程度 所以第一时间要试一下它的味道 我觉得它的咸度不是太咸 我浸泡它5分钟 我们还要放一点盐 为什么要放盐浸泡呢 一来可以去它的鹅味 二来可以令咸酸菜快速变淡 因为咸酸菜里面高浓度的盐分 会快速流向低浓度盐分的淡盐水 我已经浸泡它5分钟了 你不肯定它是否合适 最好试一试 我觉得这个咸度也适合 因为它这个咸酸菜不太咸 这个咸酸菜不要浸泡得太淡 也不要过咸 试完味也觉得它咸 可以再浸多它几分钟 这些咸酸菜的叶 攀开它洗净 因为怕它里面藏了沙 这个咸酸菜的芯是可以吃的 这个老的纤维要撕走它 这个叶老的纤维要撕走 咸酸菜切的形状看你炆什么 我今次炆排骨 所以我不会切得太细 这个咸酸菜白锅炒一炒 不要下油 放几片姜 炒到咸酸菜的水分干了 炒到咸酸菜的水分干了 放一点油 关火 放一点糖 调一调味 这样处理完的咸酸菜 可以用炒菜煮其他菜都可以了 炒菜喷 咸酸菜焦 这四个水分干了 在咸酸菜汁里裹 放一点油